最後串完之後啊 就是09 然後11 後面有個11嘛 然後一個減的符號 因為這邊的話 假設啦 我們手機最後要顯示出來的是 類似像上面這邊有一個格式 0930這一個 所以呢 那84因為呢 因為要三嘛 要三個字嘛 可是它現在只有兩個字 怎麼樣呢 如果兩個字要補一個字 補什麼 補一個0 補一個0在前面 OK所以084 那上面還有個格式有沒有 這邊這個 其實主要就是參考上面這個格式 上面這個 OK 然後呢 要把這個格式套用到底下 那來源就是後面這三個 那會有個問題啦 就是說補幾個0的問題 因為你現在84補一個0 那你總不能每個都補一個0 不對啊 就是 後面的話 7的話一個字 那一個字要補兩個0 那你總不能說用人工去做吧 你自己慢慢這邊打 09 然後11 然後一個減 然後08 那如果你保護非常多的 每個電話都要這樣打 因為這個這個範例題是一個那個 電信公司的內部訓練的一個範例題 那實際上就是克服人員 每天要處理至少上萬件的 這種case 那如果說你不懂得 用函數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哇那你的頭痛了 所以這個地方怎麼樣 可以快速的完成這件事情 那上面呢 會有個提示 各位看到上面嗎 利用什麼 連接符號and 這個and非常重要 and是做什麼用途呢 顧名思義嘛 串接 串接什麼呢 串接文字 文字跟文字之間串接 一定要有and的符號 才能夠串接 或者是一個文字 跟一個儲存格 裡面資料串接 一樣會用到and 那另外呢 裡面會用到兩個函數 用到rept 加上len rept 在這裡 當然你看到 實際上它就repeat的縮寫 repeat repeat就是重複嘛 ok 那重複什麼呢 重複幾個零 有沒有 我們要補幾個零 那要補幾個零 其實它有個 它有個邏輯 就是說 它 一定這裡面 門號的區碼 跟門號的末碼 一定要三個字 ok 所以呢 你就必須怎麼樣 用這個三個字 去減掉它目前 裡面有幾個字 兩個字 那它補幾個零呢 剛好補一個零 因為這 我用滑鼠一起 一個零 所以一個零補在前面 那這個後面如果是七 七的話是三 減掉一 等於二 那補兩個剛剛好 那邏輯 大概是這樣 可是 你要怎麼樣把剛剛那個邏輯 還變成一串公式 然後呢 你把它輸入完打勾之後 那它事情就全部解決了 有沒有 那如果你不會 你就慢慢弄嘛 弄完可能人家都下班了 你還在弄 對不對 很多人其實真的不懂盤數 就是在那邊 很辛苦的加班啦 那其實加班的原因 真的是因為你剛好不會 你會事情就解決 所以其實很多商務 我看到很多人其實每天會這麼辛苦 他不是在偷懶 是因為他不懂得去使用一些方法 然後解決問題 那未來資料量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對不對 你現在所有的資料都電腦化了嘛 那電腦化之後呢 累積起來 哇 逼 可能以前是塞在倉庫裡面 現在是塞在電腦裡 那你所有東西你要依賴它 你要怎麼快速的去把一個倉庫裡面的東西 做快速解 快速的去找到你要的東西 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這項能力沒有提升起來 你會很辛苦 真的會非常辛苦 所以在電腦時代裡面 懂這些東西的人 真的是會很愉快 很愜意啊 因為像我處理這些事情 都很輕鬆愜意啊 因為我熟嘛 所以兩下這樣就做好了 好 那如果不熟的人 我看他慢慢弄慢慢弄 那真的是很辛苦 我當然很希望幫他弄 可是問題是 以後你幫他弄 以後他就找你弄了 對不對 那你用不完 你當好人也要有限度 所以其實以前 我剛開始也是都當好人 發現我這個好人 是很累的一個好人 後來發現 要懂得當聰明的好人 聰明好人就是說 算我上課會把這個影片錄下來 主要原因是因為太多 會一直問 問通告問題怎麼辦 我看看你們到網路上去看影片算了 跟大家說每次的話講一遍 真的啊 上課的時候 同學每次都問前面幾次上 上個禮拜的課程 這個禮拜又來問 那這個禮拜又問上個禮拜 每個禮拜都問同樣的問題 他又忘記了 所以後來我就把影片錄下來 我說這影片你們自己回去看 有問題的話 不用擔心 你就回去看就好了 然後呢 再來也許聰明的人 他就把影片 把他備份起來 有一天呢 可能現在用不到 但是哪一天會用的時候 你就把影片調出來 看一下影片你就會用了 就像我自己把影片錄下來 我可能幾年之後 我還是會回去看我自己的影片 為什麼 因為我也忘記怎麼做了 那把影片調出來 看一下我大概就會了 所以其實現在人的記憶力 大概越來越不好了 原因當然一定會老化吧 再來就是說現在那個 什麼東西都是真 好像什麼東西真的 實際上都是假的 像現在那個什麼 夏威仙不是也是 都給你假的東西 不是假的 就是過期的 所以有些東西 你的記憶力 當然會越來越不好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那當然 剛剛講了 兩個很重要的函數 REPT加上 LEN 不過呢 你可能對於這兩個函數不熟 沒關係 請你先切到前面 有沒有 現在是綜合練習 切到前面 有一個REPT 這個 這個是一個練習題 就幫助你先熟悉一下 REPT這個函數怎麼使用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應該有切到前面 OK 就是底下 切到前面的 這個叫做工作表 我們後面是後面的 綜合練習的工作表 那REPT這個練習 你點一下 它要什麼呢 它就是說呢 前面有個銷售量 銷售量呢 如果說它有達到100 100就是給一顆心 200就給兩顆心 以此類推 也就是說呢 它幾顆心 是根據它前面的銷售量 當然如果說像它還沒有達到100 比如說45好了 那45當然一顆心都沒有 OK 所以呢 如果說你要重複幾顆 那你這個地方不是用你眼睛 用眼睛看 是要怎麼樣 用一個函數叫做REPT 所以優標先放在那個什麼 C3這個竹針格 那我要統計這個人嘛 吳伯威 他銷售量158 那我還給他幾顆心 先優標先放在上面 一個插入函數 有沒有 就是一個FX的那個 點它之後的話呢 這個時候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它會出現 這麼多的函數 就是這邊有個選取類別 記得把這個類別改成文字 那因為我們等一下 主要是用到文字這個類別 有沒有 在那個 插入函數有個選取類別 有沒有 那以後呢 我們基本上 盡量還是用類別來學習 因為有很多東西 那全部 你如果點擊全部 它就全部的函數都在這裡 裡面呢 它是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A到Z 總共有幾個呢 從頭算到尾 至少256個 那當然你不可能 每一個每一個 也要從頭學到 其實要學應該是學它怎麼用 而不是背它怎麼 去背 不像考試一樣 那今天我們先講那個文字 文字裡面的哪一個呢 你可以往下找 它會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所以R的話呢 應該在那個 往下 大概在 偏比較下面 那你會看到一個函數叫REPT 好 OK 那以後 你使用函數的流程大概這樣 插入函數 對不對 比如我要算什麼 我要算那個重複幾個零 所以呢 重複幾顆星 那我就第一個 先插入函數 找到那個文字類裡面的REPT 那第二個的話 請你看一下下面 即便你可能完全沒有使用過這個函數 但是呢 底下 通常都會有個簡單的說明 那這個說明有的時候就足夠 你 你讓你知道怎麼去使用它 因為底下 它會有什麼 欸 REPT 小刮鬍 然後第一個 它會問你說Tesl Tesl一般就是指的是文字 指的是你要重複什麼東西啦 Tesl的那個文字 那我要重複星號 所以呢 那我就跟他講說 欸 我要重複星號 那後面第二個訊息是說呢 Elembed times 簡單講就是重複幾次啦 不過因為這個是美國人設計 所以它的相關訊息 只會用英文的方式表示 不過它的英文都是一般比較 稍微還是算是淺顯的那個英文 所以你大概可以用這個邏輯慢慢再聊 底下有個說明就是 有沒有 依指定的文字重複 即是顯示 OK 那 當然還有更多啦 底下有個函數說明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嘛 你就可以把這個函數說明點下去 它一樣會跳出那個 這個函數的使用的詳細資料 所以其實有時候啦 如果你不想買書的話 你就慢慢去 找那個底下的函數說明 它會跳出說明 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講的其實跟書裡面講的 好像也差不多啦 所以其實這裡面也等於一本 它已經提供給你一些資料了 OK 再來按確定 1 2 3 按確定 再來的話它會跳出 用問答式的 那所謂的函數 其實意思大概就是說 它問你幾個問題 那你回答了它正確的問題之後 它就會幫你把最後你要的結果 放在你 要不要放在那個位置的儲存格 函數主要就是 其實它就是幫你做事情嘛 OK 那這個函數的話 基本上就是 你給它問題 它給你答案 給它問題 它給你答案 那感覺上好像跟那個機器人 機器人其實不也是這樣嗎 其實機器人背後什麼 機器人就是一大堆的函式庫 這邊函式 函式庫子是很多函式 通通把它放在機器人的 那個什麼呢 它的記憶體裡面 然後當需要的時候 它幫你查出來 又給你就好了 所以現在很流行在線上客服人員 很多像那種 那種像華碩之類的客服 它有時候你用打字問它問題 它馬上會回答你 但是背後回答你那個不是一個人 它是一個電腦的這個主機系統 就是說你問它問 它會在那個問題裡面抓關鍵字 然後幫你把那個關鍵字裡面 比對一下之前曾經發生過的相關的問題 找到答案丟出來給你而已 所以現在很流行這種 因為大概95%以上的那種問題 其實大概都重複了 你客戶端會發生的問題 大致上很多都是可以把它累積下來的 累積下來之後再把它做成一個自動化 類似像機器人的東西 那不就可以節省很多人力了嗎 除非什麼呢 那5%好了 剛好你的問題不在那裡面 那你就可以再接專員嘛 對不對 所以大部分其實都可以 也就是本來你要請100個人 你只要請5個人 那5個人就是真的很厲害的人就好了 那95個人 你可以用系統 來把它解決掉這些問題 那現在ECL的概念 大概差不多這樣子 只是說我們學的是 韓式 後面的話是韓式庫 韓式庫是很多很多函數 串聯在一起的結果 那就會變得很自動化 OK 而且會有智慧化 所以現在除了自動化之外 還要講究是智慧 AI有沒有 還要有那種自動學習的能力 比如說呢 95%的問題都有 反正5%的沒有 可是他當然丟了這個問題 剛好裡面沒有 那AI以前的沒有AI就是 再請專人 現在的話呢 沒有問題 好我把它記下來 以後如果再專人回答 把它再建到那個什麼呢 資料庫裡面 那以後不就是 那5%慢慢又把它補上了 有自動學習 或者說自動除錯 比如說他丟出來問題 客人覺得這個問題答案不對 他有一個自動修正能力 那不就是AI嗎 OK 所以現在講究的就是這些東西 能賺錢的 未來台灣大概就這些東西 能夠真的賺到錢 不然如果你還在用一些舊方法 說真的大家都會了 真的也沒什麼商機了 OK 所以回到這邊 那個Repeat Test 他問你說你要重複什麼 你要重複那個星號 然後重複幾次 根據什麼呢 銷售量 但是銷售量裡面是158 所以怎麼辦呢 你要除以多少 除以 所以這邊的話 你按一個除號 除100 好 100之後的話呢 那這個時候你按確定 就OK了 有沒有 除100之後呢 那你按確定之後呢 他會幫你Repeat什麼 Repeat那個幾顆星 一顆星 要把它置裝好 上面有個置裝 然後呢 向下填滿的時候 注意一下 如果你向下填滿 現在向下填滿會出錯 為什麼會出錯呢 因為你現在那個Repeat 是這個C1 上面這顆星有沒有 你向下填滿的時候呢 它的列號會增加 C1的地方 向下填滿一個它變2 再一個它變3 它這是自動填滿規則 所以怎麼辦呢 你如果不希望它向下填滿 會自動幫你增號的話 記得在1的前面怎麼樣 按Shift加上4 就是加一個錢的符號 你看看得到 加一個錢的符號 這個錢的符號是什麼作用呢 就是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1永遠還是1 它不會變2 也不會變3 OK 所以這邊注意喔 這個地方打勾一下 然後向下填滿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Repeater OK 那應該可以理解這個Repeater的使用方法 其實也不用死倍啦 我覺得這你就把它好好的 學熟了之後 以後所有的函數的使用方法 大概都差不多 可以試試看 看能不能做出來 是 100它的 就是要除100 要除100 B3 B3除100 3的就是銷售量就是100 對對對 因為它 我們那個幾顆星是根據它的銷售量 那銷售量是 它前面每100給一顆星嘛 所以我們就除100 除100之後 剛好是1.58 1.58 它就是 只會取整數部分 58的話會幫你捨棄掉 所以就給一顆星 Repeater Lumber times 就1 所以可以重複一顆 一顆星 OK 應該可以了解這個邏輯吧 那因為向下填滿的時候 我們那個C1 那個C1的這個 位置向下填滿 不能夠動 所以在1的前面 要加一個錢的符號 這個錢的符號有點像鎖起來 鎖住了 它就不會動 但如果你沒有鎖住 它就會動 1會變2 2會變3 大概就是這樣的邏輯 所以以後呢 你們無論使用哪一個函數 規則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OK 所以你如果 學會這一套 反正即便你之後 有一些函數呢 沒使用過的話 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來把它完成 OK 試一下第一個 第一個 對 對對對 它其實是一個字緣 也是一個文字 星號也是一個文字 只是說我們這一套 喊用的文字 試一下 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這個做完的話 再切到那個LEN 後面有個LEN AND MID 往上捲動 會有個 什麼 身分字號的長度 如果我們要算這個 身分字號的長度 是不是正確的話 好 那一樣